大家好,又係A軍的六四系列 我們又提到,胡耀邦22號出殯之後那一天 大體上,看上去就好像風平浪靜 領導人那邊,趙紫陽就要離開北京去朝鮮做訪問 另外,官方那邊就由《科技日報》讚揚學生 但教委會出了通告,要私身避免學生罷課 可以說是一個外辭內張的態度 然後24號,其實就發生了一件大事,在北京大學那裏 那件大事是什麼呢?就是學生要對官方的學生會投不信任票 4月24號上午,北京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等 三十八所高校,大概有六萬個學生已經開始罷課了 當然,他們散佈了傳單、演講 內容都是圍繞420慘案 哭貴求見政府不理等等的諮詞 當然,當時高校的黨委員書記對事件開始覺得越來越不利 他們是這樣說的 當時的局面如果持續下去,將會十分不利 恐貌會形成在5月4日,即是5月4日的時候 會有更大規模的行動 針對目前的情況 希望中央示威有明確的方針、策略和指示 爭取盡快結束罷課的局面 那顯示什麼呢? A君提到,23號的時候 上層就離開了 接著又出了一些報章,讚頌學生 但是出了一個通告 叫教師就不要被學生罷課 但是叫就叫了 這次輪到教師那邊就提回 麻煩,給一些更加明確的策略和指示出來 很明顯就是上層就有少少說 放鬆,要中下層的去做事 但是中下層就不知道要做事的方向是怎樣 好了,就說了當時官方那邊的情況 我們就說回學生 剛才有提到,4月24日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北京大學那裏 就有一個會議開了 當時可以說數萬人 集結在他們所說的五四廣場裏 就想進行投票 這個投票就由他們籌委會去搞 但是連籌委會裏面的人 都覺得這次安排是非常之闖絕的 我們上次有提到籌委會裏面 有一位叫郭海鋒的人 郭海鋒甚至乎要在大會臨開始之前的一刻 才去到開會討論大會的安排 但是討論完之後是怎樣呢 大會開始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叫彭榮的人 去主持大會 主持了一會之後 就換了另一個郭海鋒上回去 好了,跟著主持人 就叫籌委會的上台亮相 好了,跟著就輪到楓松德的發言 楓松德起草了一個北大學生憲章 但是由於作為一個功課生來講 可能那個Presentation的Skill 就真的差了少少了 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的發言 就非常之腐躁 好了,跟著就輪到郭海鋒他們等人 就自我介紹 但是呢 講講一下的期間 就出現了亂詞 學生丁小平和張志勇 就要奮力走上台那裏 另外呢 籌委會那邊的洪艷 就極力阻止他 擾讓的期間 台下有些學生 就不知道是不是本著民主精神 要被人發言 就大聲這樣說 給他們上台 他們有權發言 張志勇上台之後 拿起一個話筒 就在那裏說 他對這個籌委會 是怎樣不滿的樣子 一路說下去 就變成了 他競選孫賢 到最後呢 紅燕忍無可忍 就一夜拿了一個話筒 然後大大聲聲地說 張志勇 是賢會派過來的奸世 紅燕這樣說之後呢 就全場嘩然 於是乎有些學生 就打著其次地離開了 這件事呢 其實都可以反映到 當時學生會裏面 第一 他們呢 處事相當之混亂 另外一點是什麼呢 其實學生之間呢 互相可能會覺得 我做了些什麼 我做了些什麼 然後就在那裏 贊決 一個小小的學生會 甚至乎正確的說 是一個未形成的學生會 但是學生之間的質素 亦都可以令到的情況變成這樣 而事後啊 根據風從德所說啊 原來當時呢 是有一個所謂的研究生的組織 是想發動政變的 而夜晚呢 籌委會呢 又再開會了 結果呢 就由這個的紅燕 代替了郭海峰去召集人的位置 但是很特別啊 紅燕 拿了郭海峰的位置 但是就在第二天 他自己的請辭 所以可以說 當時學生那邊的組織呢 真是可以用混亂一撇來形容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籌委會 的行動實在太過不濟了 那一晚呢 北京大學裏面呢 就有一些大字報 就署名就叫做 北大人 那標題呢 就是給籌委會的幾點建議 那內容呢 就大概呢 就說 要重新議定口號 和一些行動的綱領 口號呢 就應該是 反腐敗 反官僚為主 行動呢 就要在朝早 鬧市進行 以便呢 擴大這個影響力的 同時間呢 高校就要統一行動 要準備長期鬥爭 以及呢 要廣泛聯繫 知識界 和呢 民主界的人士 好 除了給籌委會的一些公開的宣言之外 北京航空學院 亦都出現了一個 叫做博士生 所寫的一個大字報 大字報呢 標題就是 中國的希望 私有化宣言 那是說呢 公有制 超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約束了生產力的發展 導致 驚人的浪費 亦都成為了 官僚主義的土壤 貪污腐化的溫藏等等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排除公有制者一和根 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就不能富強 可想而知呢 其實當時呢 已經開始各有各的說話 亦都可以說 大家都好 Eager地 將自己心裏的想法 全部寫出來 但是呢 由於籌委會那邊 的確呢 混亂一片 所以就開始各說各話了 好了 再說回北京大學那裏 北京大學那裏 亦都出了 北大新五條 是說些什麼呢 保障基本人權 釋放政治犯 反對黨權至上 三權分立機制 和制定民主憲法 這五條 學生那邊的情況呢 A君也在這裏說到這裏 另外呢 A君也要提提 當時北京大學裏面 教師做了什麼 北京大學那裏 大約有二百多個教師 聯合署名 就做了一個標題叫做 教師緊急呼籲的大字報 那那個大字報就寫什麼呢 鑑於目前形勢 我們緊急呼籲 堅持十三大提出的協商對話原則 與學生對話 另外呢 中國政法大學呢 亦都有大字報出來 部分呢 的教授和副教授 寫了一個 吸黨中央的信 要避免鎮壓 需要民主協商對話 簡單的說句呢 我們剛才就說了 說是上層的 放鬆了 亦都給了一個 比較寬鬆的氛圍 但是呢 就出了通告 就要教師去做事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聯合的簽署是些什麼呢 就是說 你叫我做事啊 但是你還沒給方向我啊 這個就是上午的說法 去到晚上就直接說 不如協商對話 這樣 可以說呢 當時怎樣去和學生協調呢 其實可以說是用無人駕駛去形容的 好了 講了這麼多北京的啦 那就講一講 上海那邊的情況啊 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會 就有人自稱 收到美國華盛頓郵報 駐北京的記者的電話 就在這裡講話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已經開始罷課 就問上海交通大學的情況是怎樣 好了 去到四點十分啦 有另一個自稱是西德的記者 就在北京打長途電話過來 北京紡織大學 就說了 北京十四所大學在這裡罷課 你們 罷了課未啊 A軍就不知道呢 是不是真的有外國的人士 打電話去找這些大學的學生會 但是呢 很明顯 就是有人 就借機會 希望就說 哦 北京都罷課了 不如我們有罷課了 A軍不夠膽說 一定是外國滲透 但是 肯定有人就想 藉著北京罷課 去擴大罷課的層面 好了 南京那邊又怎樣呢 南京大學呢 大概有二百多名的師生 就聲援北京的學生了 也都有一些自稱呢 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來演講 介紹 422天安門的狀況 當然 也都是叫學生做一件事 罷課 天津那邊呢 也都有學生說 收到北京那幫要求聲援的信件 就說呢 北京學生被軍警打傷 北京高校已經開始無限期罷課等等 可以說 無論是上海 南京 天津的高校 一直都收到 北京已經罷課 北京需要聲援 北京學生被打 等等等等 宣揚大家一起去罷課的一些訊息 好了 這幾個大的城市就這樣 去到長沙那邊 中南工業理工大學就出現了一些大字報 公然地這樣說 解放後的40年 是腐敗的40年 揚言要成立新政黨 代替中共統治 去到晚上11點的時候 甚至乎是有千多人 抬著花圈上街 遊行到省政府那裏 可以說是 越離開北京的中心 出現的情況 就越來越激烈了 好了 當時政府的最高層 趙紫陽那些 就用那個比較放鬆的態度 但當他離開 說要朝鮮的時候 北京示威 使人民政府 就向萬里作出匯報 萬里的建議之下 當晚就由李鵬主持 政治局常委 就對事態發展 作出了認真 和深入的分析 在會議裡就決定 中央要成立 制止動亂的小組 可以說 當趙紫陽定放鬆 然後飛來北京之後 其他 看到事件發展 未必是向著良好意願的方向的人 就開始 密羅緊固地去籌備 制止動亂的方向 好 今天A軍就說到這裏 明天A軍就繼續再說 4月25日的時候 的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剛才所說 中央那邊出售 今天就說到這裏 拜拜